易经是完全根据自然发展出来的一套系统 大自然是周流不停 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的 易经的六十四卦 也不是彼此孤立静止不变的 因此才会发展出 复卦 中卦 错卦 交卦等等毅力知识 那么六十四卦之间 变化出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 意义何在 掌握了这些变化关系 对于人们的生活又会有什么样的弊意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是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 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 卦中有卦 我们常常讲 易经八卦 易经八卦 这句话是没有错的 因为易经本来就只有八个卦 你说不是六十四个卦吗 没错 六十四个卦 就是八个卦 所演变出来的 也叫做八卦 那这么简单的几个卦 它能够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都代表出来吗 我们不用急 因为八卦既然可以变成六十四个卦 那六十四个卦 就可以变成很多很多的卦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每一个卦 世界上它都代表了好几个卦 我们用幻卦来做代表 当它每一个谣 由阴变阳 或者由阳变阴的时候 它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卦 初六变初九 幻卦马上就变成中壶卦 中壶卦是易经的第六十一卦 我们如果把九二变成六二的话 幻卦马上变光卦 它就是第二十卦 如果我们把六三变成九三 它马上就变成迅卦 第五十七卦 六四变九四 幻卦就变松卦 易经第六卦 九五变六五 幻卦就变蒙卦 第四卦 上九如果变成上六的话 幻卦马上就变成坦卦 第二十九卦 这样我们慢慢就佛现那句话 哦 原来啊一个要变 全卦都变 果然是牵一发动全身 那这样的变有没有意义呢 当然有意义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幻卦所变成这六个相关的卦 它们有什么样的代表意义 我们现在从上面往下来看一看 幻卦它本身是离善 第一个出现的是坎 坎就是你幻善的时候 你要冷静地在大黄境当中洗坎 你看一个突然间发生的事件 使得人心惶惶 大家就想起一句话了 平常是一家人 可是等到紧急的时候 那管理什么一家人 哇 四上去奔跑 你说到对不对 也不能说错 如果一家人在紧急的时候 哪要扯在一起 那同归已尽 你哪里有那么大本事 每个人都安全脱离 所以四上逃 有的刨不掉了 有的刨掉了 刨得掉了 回头再来想就这些 刨不掉了 这话更好 所以任何事情 不是只有一个解决方法 它好几种 你要好好去想一想 反正都是砍 但是只要砍的时候 各位千万记住 不要怨天有能 不要发混账气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 这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的 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的 我凭什么要去冒这个险 这应该别人了 怎么我那么倒霉 所以我们就 第一关就过不了 这个时候 你就要知道 换过它善遥一变 为什么变成砍的原因 我们要反过头来 用启蒙的心态 来找自己的缺失 你要么就是说方向不对 要么就是方式有问题 要么根本就是方法错误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反而可以避免 因为不协调 而引起的真诵 所以为什么蒙卦 就可以把这个诵 把它化解掉 可是 不是消极地逃避 因为逃避不了 你只能够事先想到 如果我像这样做下去 将来所产生的后果 引起真诵 到底谁吃亏 还不会知道 因此你就会深入地 去了解自己所处的内外环境 这个就是迅卦 迅卦就是说 那个风一吹过来的时候 它是把所有脏的东西 都给你吹着清清楚楚 你看没有风的时候 我们认为空气好干净 可是一针风 我们也知道糟糕了 什么都有 于是 你就会反省 观察 分析各种相关的因素 还有这些因素之间 它彼此的互动关系 这个就叫做观光 到了这个地步 你就会知道 一切一切都是 诚信出了问题 所以为什么中符卦那么重要 可见它每一遥变 它连串起来 就好像是个完整的过程一样 并不是说 这个变跟本卦没有关系 那个变也跟本卦脱离得很远 不会 其实变化不仅从上往下看 是个完整的过程 从下往上看也一样 流离失散的时候 人们首先要反求诸己 充实自己的成绩 再加上仔细观察当下的情况 才能进一步了解情况的核心 这样就不至于引发争送 而后还要请求高明 启发自己的盲点 以便安全脱禁 可见掌握了变卦的规律 就掌握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步骤 此外毅力知识中 还有一种卦的变化 被称为护卦 护卦又能带给人们 什么样的启发呢 我们可以看到幻卦 把初六 九二 六三 六四 到九五 这五个窑 看成六个窑 那怎么办呢 初六 九二 六三 算下卦 六三 六四 九五 算上卦 那就变成萌卦 第四卦 我们也可以从九二开始 一直到上九 你看 九二 六三 六四 是下卦 六四 九五 上九 是上卦 那就变成一卦 第四十二卦 也可以把六三 六四 九五 上九 这四个窑 看成六个窑 那就是 六三 六四 九五 下卦 六四 九五 上九 上卦 那就变成 第五四三卦的 剑卦 我们也可以取 二跟五之间 九二 六三 六四 九五 这四个窑 把它变成一个卦 那就是 二十七卦 一卦 初六 九二 九二 六三 就是下卦 九二 六三 六四 就是上卦 那什么卦 那就是卸卦 你看一个换卦 当中你可以分析到 哦 哦 原来他有卸卦 有蒙卦 有裕卦 有剑卦 有鱼卦 那就是什么意思 当然有意思 当你看到 换卦的初六的时候 你马上要想到 它是坤卦的初六 它是卸卦的初六 它又是蒙卦的初六 你把这几个 初六窑的窑池拿来 你把整个统整一下 你就完全了解 哦 原来换卦的初窑 是这个样子 给我们很多的主针 很多旁敲侧击的资料 它可以加强 我们对这窑的认识 我们五个户卦 加上本卦 就六个了 还有刚才 它六个窑 所变成的六个卦 就十二个 还有没有 当然有 你看每一个 都有中卦 都有错卦 都有交卦 我们看幻卦就好了 幻卦的中卦是什么 就是结卦 错卦呢 是封卦 交卦呢 是井卦 那十二再加三 就十五个卦 所以你说 我只看一个幻卦 实际上 它这里面 有这十五个卦 在那里 错终复杂 彼此牵连 因此 当我们把六十四卦 读完以后 我们就要练习 每个窑 跟相关的 我们一并来考虑 每个卦 跟它不同的 发生关系的卦 我们一道 来比对比对看 这样你当然对 研判这个事情 有更周密 而且更深入 那我们想想看 钱卦跟坤卦 有这么复杂吗 你首先会觉得 钱卦它是六个 都是洋瑶 所以它五个都卦 全部都是钱卦 它的中卦 也是钱卦 它的交卦 上下交换 你怎么交换 它就是钱卦 钱卦 最简单 只有一个错卦 叫坤卦 真的吗 不会 你六个洋瑶 初瑶辩 又一个卦 那是什么卦 那是够卦 二瑶辩 又是一个卦 三瑶辩 又是卦 最起码六个瑶辩 它就变成六个不同的卦 可见它还是有变化的 那如果我们说 两个瑶辩 怎么办 这两个瑶辩就很复杂了 到底是一二瑶辩 还是一三瑶辩 也可以二三瑶 二四瑶 那还有三瑶辩呢 那四瑶辩呢 五瑶辩呢 可见 它也是变化多端的 坤卦 跟前卦是一样的 其实 我们现在慢慢可以听到 最简单的 就是最复杂的 六四二卦就是乾坤 这么简单的卦 所变出来的 所以到底我们处理事情 是要用简单的 还是要用复杂的 易经告诉我们 凡是你碰到很简单的 你都要复杂化 要不然的话 你一定大意是经周 一定因沟里翻船 因为它不可能那么简单 凡是复杂的 你就无从下手嘛 那怎么办 那你就把它简单化 所以易经 它可以很简单 就是八个基本卦 你把八个基本卦看清楚了 你就八九不离十了 简单的时候 你就非常简单 复杂的时候 你可以搞得非常复杂 然后你就在当中 找到一个 掐到好处的那个点 那就叫做合理点 要想在处理事情时 找到合理点 就要懂得节制 易经中换卦的松卦 便是中文解析 如何节制的结卦 那么换卦和结卦之间 究竟有哪些 错综复杂的关系 松卦的意义 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换卦跟结卦 一个是五十九 一个是六十 易经经常都是前后两个卦 它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它是倒过来倒过去的关系 就是说 你走到极端 就走到那一卦的开始 那一卦开始 又走到极端 又回头 人生就是这么反反复复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人是习惯的动物 我们把它叫做习性 叫做习气 那也可以叫习惯 反正每个人就那么几个习惯而已 而一碰到老样子 它就是那种 老样子又出来的 然后又平静下来 一碰到老样子又出来的 这些老样子 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但是对某一个人在讲 它就是老样子 又来了 又来了 我们经常讲这种话 人生就是要把这些又来的 又来的 这部分呢 把它削减掉 否则这辈子 你在修什么呢 那我们马上就知道了 换挂的初遥 就是节挂的上遥 换挂的上遥 就是节挂的初遥 这样这个挂序就非常清楚了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子 换挂的初遥 它是怎么写的 它告诉我们 用尘马撞击 就是有撞马来帮助你 跑得很快 干嘛呢 就是帮助你逃生的吧 流离时尚 它一定有原因 而且是非常重大 很危险的 这时候你要慢吞吞的 我们商量商量嘛 我们这个把东西收拾好再走嘛 你根本就跑不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什么 希望有好的工具 来帮助你逃生 但是 他告诉你 你逃生是干什么 你到节挂的上遥去看一看 初遥变上遥嘛 叫做苦劫 真凶 会亡 苦劫 就是你 劫制得太过分了 你压制得 老百姓 民不聊生 他就四处逃生 那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会造成 大家急急忙忙要逃生 就是因为你管太多了 你管太严了 你死的老百姓 他领可逃嘛 逃生很危险的 但是他领可冒险 逃不掉死了就算了 从比赛就活了 要好一点 可见 幻卦的初遥 为什么会这样 你去看看 节挂的上遥 你就痛了 哦 原来有这么一个 关联近在 那幻卦的上遥 他是幻其学 去地处无咎 他就是 你要远离 那个灾害 可是你消除不了灾害 所以他不说急 他只说无咎而已 那节挂的初遥 是什么 初遥就是说 不处复庭 无咎 也同样是无咎 离上的老百姓 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凄惨 就是平常没有教化 来讲一个地方会搞得老百姓 宁可望外跑 他明知道跑是非常可怕的 到这个地步 是什么原因 你去追究 就是没有教化 那到了要节的时候 你不能说 你们一定要回来 你越强制他又跑得更快 所以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另外订定 一套教化的政策 首先就是要保密 因为你一旦让他知道了 他会评估 我值得回来吗 我是跑得更远比较好 所以像这种情形 我们一定要把两个挂 最少要把两个挂 合在一起看 你才看得懂的时候 为什么要这样的远云 我们现在谈的最多的就是说 我们中国起来了 可是别的国家 有没有尊重我们 有的有 有的没有 尊重我们的 也是不过想利用我们而已 我们现在就是 结跟患之间 老百姓心理是患上的 还是他是中结的 不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最希望的 就是说什么 好不容易 我们强胜了 老百姓 不要有患上的心理 你要能够节制 能够集中 能够团结 所以为什么这两个挂那么重要 就它随时会发生 我们一定要替他被信 想出一套新的办法 让他有信心 让他不老想移民 让他怎么样怎么样 而这个 你不能像西方那样 还没做就开始讲了 我要怎么样 那可能跑得更多 这是我们举例 每个挂都是这个样子 只是我们在讲六十四挂的时候 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充分 没有办法跟你讲 这个要跟人家的关系 这个要跟人家的关系 而且那个时候讲也听不懂 所以我已经为什么 很多人觉得很难很悬 就说 那么复杂 那我怎么学 所以我们会等到 大家把六十四挂 都读得差不多了 有的基本印象 我们才来告诉各位 是有这么多的变化 不是说 宇宙万象就是六十四 那么单纯 不可能 每一个挂 都有五个 一幅挂 都有中挂 都有错挂 都有交挂 这么多东西 大家才知道 说是六十四个挂 实际上会变成四千零九十六个挂 那就够了 那你再要搞下去 那谁也受不了了 如果你逼一生之力 什么事都不做 专门把易经 就算你搞得很痛 你能做什么呢 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除了吃饭 睡觉以外 你还能做什么 那你有什么贡献 所以老实讲 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 做任何事情 做到差不多就好了 再过下去就是过分了 这是我们换挂之后 要面临那个结果 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很患上 你看我们注意力很患上 这个要注意 哪个注意 什么都掉一点 你干嘛 我们什么东西都要 这也是换上 这都是换上 你看我们现在 我在这里赚到钱不够 我要当你设分公司 我要全球分布 那我完全是换挂了 那你做到什么地步 最后就散掉而已 徒劳无功 孔子 他是非常了解这些变化 所以他在讲 不占而已 这不占而已是什么意思 他说如果你把这些变化 你都搞得清清楚楚的话 你还要占卜干什么 你根本所有事情 那比那个占卜显示的还完整 你用推理的方法就可以了 一经最后是推理 而不是神算 他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 你走到这一卦 下一卦是什么 你回想上一卦是什么 那你该往哪里走 你可以一直走下去 也可以走岔路 都可以吧 因为他随时有一条路 那你走 哪里无路可走的 路是人走出来的 怎么会无路可走的 我们现在就自己把它限定 说啊无路可走的 那你自暴自弃 所以我们对不占而已 我们的看法 并不认为说 只是字面上所讲的 说孔子反对占卜 没这件事情 孔子自己也占 然后你会反对占卜 孔子也会 如果孔子不会 他就没有资格讲 这个占跟不占的事情 他的意思是说 当你把这些弄清楚的 你要不要占 如果要占的话 那你就有一条路 最安全 最方便 最有效 自己占卜 自己结卦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要来谈一谈 怎么样才能 自己 占卦 自己结 谢谢大家